大家好,我是小高 其實我前幾天出國 去日本的金魚 我們在一間店吃早餐 那我點了招牌早餐 結果他送來有一顆生雞蛋 就是菜裡面有一個是生雞蛋 那我說怎麼辦,我要你吃 那那個時候因為我是點納豆飯 所以我是把它吃雞蛋跟納豆攪在一起 在那邊的飯上 直接吃,我就沒有紅飯飯才吃 我後來想起來 我有在動畫看過 就是影之池 第一集他就有一個地方就是 把蛋在飯上面 然後淋上醬油 再跟飯拌在一起 就變成蛋飯 看起來很好吃 但是我沒有吃過 那這有幾個地方要注意就是說 蛋啊 生吃其實不太好 而且就是蛋生出來的地方 根基大便的地方是同樂靈體的 它沒有像人類女生還分別的出口 這我也是看根基石頭也知道的 所以呢 有沒有使根基很重要 讓我今天 也是慎重 用手機塞進去 首先把飯打在白飯 滿滿的大平台 啊,啊,這人打破 好,淋上醬油 就是用這個醬油 啊,沒有開 好,淋上一點點就好 來攪一攪 好 其實就變成黏糊糊的飯 沒有吃過這種飯 日本人都喜歡這種黃水 黏糊糊的 好,現在來吃看看 好,現在來吃看看 嗯 主要是 醬油的味道 然後有蛋的香味 然後有蛋的香味 口感就是 滑滑的 我是 我是可以吃老婆 嗯 然後一攪就解肥了 水浸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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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